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不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 真的 这个乙会产生很大的障碍 所以佛把这个字列在叫根本烦恼 你看 贪嗔迟慢 后头就是乙 这个烦恼呢 障碍啊 障碍你坚信 障碍你成佛 障碍你开悟 障碍你念佛神 你是这个东西多麻烦 所以我们学佛在平常用功夫 那就是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菩提心是什么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这样 齐心动念 决定于这个相印 那你就是助菩提心 那你就是助菩提心 于这个相违背 你的菩提心没发出来 菩提心没发出来 念佛就不能往生 念佛是众善根 真正念佛往生的 菩提心一定具足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 知道这个发门 书生在什么地方 确实保证我们一生 圆满成就 所以勇猛精进不是别的 勇猛精进是彻底放下 齐心动念再不为自己了 为自己是什么 为自己是你贪念轮回 你还舍不得离开六道轮回 你为你自己 我们要求生西方净土 头一个把自己放下 不要这个身了 再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 这个东西要放下 这个不放下 深深深事实念佛 没有往生 没有往生 为什么原因 就这个道理 深深事实不肯半顾死掉 只要拥护 那一大堆的麻烦都来了 我的家庭债序 我的土地房事 我的财产 都麻烦多了 全是你的 一样一样都舍不得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能带走吗 你想想看 连身体都带不走 活宽 身外之乎 所以念佛人 常常要有一种心态 我到这个世间来是旅游的 这世间我住的地方是旅馆 过两天我走了 什么也不是我的 我对他毫无留念 我住一天 我用一天 用得很自在 用得很舒服 明天走了 什么念头都没有 真的 来住旅馆的 来旅游的 到这里来观光 来考察的 看看这个世界 增长智慧 增长三位 看看这个世界什么样子 你明白了 这增长智慧 看了之后 如如不动 那就是定功 没有一样东西想占有 没有一样东西想得到 也没有一样东西想去控制 什么念头都没有 这种人往生就太容易了 在佛门里面称呢 这种人是有大善根的人啊 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这个人没有善根啊 没有福德 大乘经教里面 佛这样的开始 处处都可以看到啊 好 好 感谢观看